我不知道有人把一带一路倡议 同债务陷阱 还有什么纸牌屋联系在一起 有什么依据 我知道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中国的投资而陷入债务危机 对于一带一路的质疑抹黑 也从来没有阻止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地发展壮大 目前我们已经同137个 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199份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这其中就包括44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 我想这是国际社会 也是非洲兄弟 用实际行动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投出的信任票 也是对一些人恶意中伤的最好回应 王毅国委员正在非洲访问 他到访的国家无一不对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王毅国委上周五在京庭肯尼亚期间 专门乘坐蒙内铁路列车进行项目考察 蒙内铁路建设期间 累计创造了三万个本地就业岗位 带动肯尼亚经济增长了1.5个百分点 既解决了当地运输需要 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 也达到了高标准的环保要求 现在乘坐标轨铁路火车 已经成为体验肯尼亚必选的打卡项目 蒙内铁路也正在成为中肯和中非友谊新的象征 成为中非互利共赢新的标杆 也堪称新时代的坦葬铁路 非洲有一句谚语 叫做青蛙的鼓噪 岂能阻止牛到河边喝水 我想不管个别国家个别人如何的攻击抹黑 中方都将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同非方一道 推动高质量的共建一带一路 在非洲走深走实 结出更多硕固 更好的造福非洲和非洲人民